這時候智霖不知道 當然我都已經這樣了 他知道啊 沒有懷疑是遜疫的嗎 這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啦 秋夕陪智霖鄒一串 將帶上登金鐘五六表演 《動力火車》將在第56屆 金鐘獎頒獎典禮上 現場失授優秀戲劇主題曲 挑戰切換國台客三語 但還沒表演 徒刑怎麼受傷咧 他其實叫做尖周炎 土稱叫做五十肩 因為他好發在五十歲 我才知道 聲音是不會影響到 但是有一點點這個難過 我們喜歡彈其他唱歌 少了一把其他就 自己覺得可能是怪 其實我救傷 我也其實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是有一點怪怪的 可是都沒有痛到想看一聲 結果在最近就發作 手都抬不起來 前幾天都一直在那邊哀哀叫 因為很痛 明天為了好看可能會拿掉 但是醫生的意思是說 不要讓他動到 就摸那個大腿這樣 其實本來應該很快就好了 前幾天我們練團的時候 我們的團員跟志玲 就不小心又再拍一次 拍了好幾下 我們在做那個快篩嘛 因為我做快篩的時候 我是我自己本身很害怕快篩 然後必須要有人抓住我 快篩完之後 他們就好心的在我的肩膀說 好了好了好了 哇 無道不行 志玲那邊應該比較安全 結果聊一聊 志玲就不小心就用拳頭 哎唷這樣 然後就打我 哇 那時候志玲不知道的原因呢 當然我都已經這樣了 他知道啊 他知道啊 習慣那個好笑的時候 就拍肩膀 這個懷疑是願意的嗎 這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啦 那這次挑戰你的十首歌詞都背起來了嗎 嗯 基本上是沒有背起來啦 吾 Breath 傷者 劍 超 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